貨貿有砍人案件 遠景火速趕到 被我先撞起來了 就在人群中 一名男子看起來有點駝背 其實他是被害人 因為身上有刀傷疼痛彎著身軀 但裡頭的嫌犯 他傷勢更嚴重 我們要送牙刀嗎 欸 要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可能要送牙刀喔 躺在單架上 已經昏迷過去 全身都是血 事發地就是在社區的大樓 而嫌犯是先掌握到 被害人的行蹤之後 知道他準備要出門了 因此他事先跟著 其他住戶的車子 進到這個社區的停車場裡面 白服不到20分鐘的時間 目標出現了 釀成這起間諧案 事發在新北市新莊 10號晚上的11點多 警方調查 兩名男子是相識多年的朋友 隱性嫌犯 原本打算找誠信被害人談判 沒想到破局 只好拿出遇藏的開山刀攻擊 不料反被奪刀 四肢都被砍傷 甚至一度陷入昏迷住進 賈戶病房 而全新被害人 則是兒頭左手受傷 只是兩人都有竹簾棒的背景 而且這名被害人 還自稱是新莊土地公 雨淡恐嚇要對方去打聽打聽自己的名號 成信男賊綽號南哥 涉及多起暴力討債 甚至還曾經跟竹簾幫名人會互相路人痛歐 平時也從事土方生意 這回他對於案情避重就輕 不排除是黑幫內部的利益關係 引來殺雞得要警方查個仔細 否則圓圓相報 這波結束 下一波不知何時出現 TVBS新聞 我主持人物心眼 新聞事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